石门区公所今天颁发里长的当选证书 还有朱立伦续长的众望所归的贺贬 希望透过提早几天接证书 里长与里干事们可以再多熟悉一些业务 未来合作可以更加顺利 当选过后当选人忙着卸票也为上任做准备 今天石门区公所会议室内 邀请到今年刚刚选上的连任及新任里长来接受当选证书 并且与里干事事先熟悉 期待借此让新科里长上任后能够快速的熟悉业务 区公所也期待未来四年与里长携手建设与服务 可以打造升级版的幸福石门 今天就很高兴我们进行我们第三届 我们九位高票当选的里长当选证书的转发 还有市长自政他们的恭贺的贬额的转发 那很高兴这九位里长都能高票的当选 那公所在后未来的四年也会继续跟我们四位里长好好的合作 一起来发展我们石门区的个理 让我们石门区的发展更进步 让民众更幸福 第三届里长们从竹民手中接过一张张的当选证书 拍照留下历史时刻 还有市长朱一伦为了表达祝贺之意也准备了 赫扁中堂要来恭喜即将就任的里长博 而石门区里长联谊会长也是老媒里长 接完证书后也直说 尖头的担子便中了 未来四年更加不能松懈 要继续为民服务 虽然我们都未来这些境界的里面对外的困难与人同 让我有这个机会再次由他未来的里面来服务 由他未来包括其他地方来打拼 所以有这个机会让我当然心里是非常欢迎 我刚才说 永远是越来越重了 不论是新科还是连任里长都将在本月二十五日来走马上任 而石门区九万里长也将在未来四年为地方与里内建设并争取福利 里长联谊会长也期许在与区公所合力推动之下 石门能够越来越美 越来越好 也越来越进步 记者到平台 石门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